他在刚降时时就与普通孩子不同,脑瘫的意外导致他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坚韧与毅力也与寻常孩子不同,凭借自己的努力征服高考走进中南大学。 他是可怜的,没有受到命运的眷顾,他是神奇的,突破了命运的束缚,他已勇敢面对世间万物,他已刻苦斩断求学路上的荆棘满步,他是墨天池。 微观人物故事,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 本妻子牙同去微观视角,就带领大家认识这位脑瘫学霸的励志故事。 1990年,墨天池出生在湖南长沙,他的家庭有些不太一样,母亲在幼时曾患有小儿麻痹症,即使已经结婚生子,就及落下的病根导致他的左手左脚都不太灵活, 四级之惨的残疾症意味着他并非一个完全健康的妈妈。 父亲肢体健全,没有遭受残疾的痛苦,但是早期肝硬化的毛病让他常常万分疼痛, 但是为了赚钱养家,还是要强忍吞下生理上的痛苦,拼命工作。 父母的疾病让这个小家艰难不已,父亲赚来的微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住的房子陈旧又破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刚刚出生的墨天池成了一家人的希望寄托。 不曾想到的是,上天对待这个家庭太过苛刻,在墨天池出生后的第七天, 因为医疗事故导致墨天池的呼吸道被堵,好几分钟过去了, 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才被人发现,医生急忙对他进行了抢救, 直到急诊室的灯光熄灭的时候,墨天池的性命才被惊险保住, 而唯一没法抢救过来的,是他已经由于窒息而造成的缺氧性脑瘫,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孩子接下来的一辈子都丧失了劳动能力, 需要在外人的搀扶和照料下才能继续生活。 孩子脑瘫的消息无疑成了一颗深水炸弹,震惊了墨天池的父母, 他们不愿意相信原本健康活泼的孩子在短短七天内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看着墙宝之中还在抽搐的幼鹰,夫妇两人悲痛抽气。 可是总归是要接受现实,在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夫妻俩决定,无论这个孩子以后变成了什么样子, 都要把他抚养成人,因为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生理上的缺陷并不影响父母对他深厚的爱。 把孩子接回家之后,身体在一天天的生长,身体素质却迟迟没有进展, 他没有享受过奔跑的滋味,从有意识以来就是坐在轮椅上的, 他说不清话,甚至连饮食吞咽都极为困难, 每一个信号都在显示着他的奇怪, 同龄人不愿意和他玩,觉得不会行走的墨天池很是无趣, 身边人议论他,每一句怜惜他可怜的言语和每一个怜悯的眼神都成为了锋利的刀子, 让墨天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由于自卑的缘故,墨天池变得越来越沉默,经常坐在轮椅上发呆, 他的情绪被母亲察觉,为了让墨天池走出孤单, 母亲决定让他像其他孩子一样,走进校园,接受教育。 这个想法从萌生到实现不过短短几日, 而从墨天池第一天进入学校的时候, 母亲就形影不离地陪在他的身旁, 成为了班级里的大人学生,孩子上课的时候, 他就在学校里闲逛,下课铃响起的时候, 他总会第一时间抵达教室门口,照顾墨天池的大小需要, 母亲的陪伴让墨天池感到温暖, 母亲的劳累也让他心疼不已, 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学出明堂来回报母亲。 然而作为一个脑瘫患者, 学习的难度是高于正常人的, 墨天池扭曲抽搐的双手导致他握笔困难, 好不容易把笔握住了, 写出来的字也是歪歪扭扭, 书写速度比不上别人的三分之一, 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些困难而泄气, 写得慢也不着急, 一笔一画将字写对写好, 他尝试着学习用电脑, 用唯一正常的两根手指慢慢敲击键盘, 累了的时候, 看书成为了他的缓解方式, 他喜欢读书, 书本的世界里没有正常人与患者的区别, 字形之间承载的是他的希望与心愿, 他看了一本又一本书, 什么类型的都会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身体上的缺陷让他没有办法出门行走, 但是在书本里, 他看到了世界的无限风光, 看了书多了, 知识储备也日益强大, 墨天池的成绩一日比一日好, 每一年的三好学生名额, 他都会占据其中之一, 到初中毕业的时候, 墨天池凭借实业的优异成绩, 被保送至师大福中, 这是湖南省的重点高中, 墨天池的成绩和故事, 都让他成为了学校里的知名人物, 没有人嫌弃他, 没有人嘲笑他, 老师同学都对他给予了无限的关心与帮助, 这让墨天池感动又感激, 高中离家的距离变远了, 足足四公里的路程, 而上学时间又是早高峰时期, 公交车上人满为患, 轮椅根本没有办法挤上去, 于是父亲便决定亲自送儿子去上学, 早上五点, 父子俩便早早起了床, 洗漱之后, 父亲便会推着轮椅, 陪墨天池步行去学校, 日夜兼程, 风雨无阻, 每天都会在上课前准时抵达教室, 日日如此, 高中的学习难度升级了, 高考的压力随之而来, 由于墨天池书写速度慢的原因, 只能无奈放弃最为擅长的文科, 再加上大脑受损的缘故, 强压之下导致的紧张, 会让他止不住地抽搐甚至呕吐, 墨天池的学习道路, 是比其他同学更加艰苦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自怨自艺, 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用最快的速度调整自己的状态, 又继续投入到学习之中, 2016年的夏天, 墨天池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这是对他这些年学习成果的最终检测, 在成绩放榜的那天, 墨天池的成绩总分604, 超过了一本分数线足足40分, 他的漂亮成绩让中南大学为他递来了橄榄枝, 成功被中南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 脑瘫少年上中南的消息成为了当时的热议新闻, 墨天池也不负众望, 在大学期间完成了国家级的学术论文, 并以专业第一的漂亮成绩被保送中南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 2014年, 墨天池在亚太服务计算大会上发表论文, 完成了第一个科研项目, 并且顺利毕业, 从大学校门走出来之后, 墨天池也没有停下学习的步伐,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十几年来的学业都是驻足于故乡的土地之上, 他还想去看看更广袤更多彩的世界, 于是他决定要出国留学, 开始努力练习英语, 被单词寄予法练口语, 每天的学习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 刻苦的准备过程让他在2017年的托福考试中, 获得了接近满分的漂亮成绩, 收到了八所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最终选中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美国离家实在太远, 而依靠墨天池的生理条件是不足以实现独立生活的, 但是学校给出的奖学金数额仅能满足他一个人的求学花销, 如若父母要跟随过去照顾, 高昂的费用又成为了一大难题, 就在万分焦急的时刻, 清楚墨天池家中情况的好心人士开始自发地为他捐款, 企业公司也将公益的项目放在了墨天池的圆梦之上, 有了社会各界的帮助, 墨天池一家搭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透过窗户看见云层的时候, 墨天池的心中是难掩的激动和对未来生活的坚定信心, 墨天池并非天才, 他甚至不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 脑瘫为他带来了无数的坎坷, 但是他从来不害怕, 因为他知道, 路再长再远, 有父母陪伴着他, 路上的艰难险阻, 也一定能够翻阅, 只要自己足够勇敢, 足够努力, 就一定能走出自己的星光大道。 墨天池用乐观和开朗面对世界, 用爱和感恩回报善意, 用坚持和刻苦改变命运, 听完墨天池的事迹, 你有什么感想? 他的故事给了你什么力量?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作品的动力。